刚才是一个四房的单位 现在我们来看看104屏 三房的单位 三房的单位同样都可以做到南北对楼 真的很少见 一进来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入户的柜 这个入户的鞋柜非常之大 有成三个门那么大 大家会看到 它的重心也有成40公分 同样它的底部也做了一个圆胸的设计 令到我们可以放很多的杂物 那方面都是OK 没问题的 进来它不是直对门口 进来就有一个转角 就到我们的大厅了 我们这个南北对楼的厅 同样都是非常之宽阔的 我们可以看一看出去外面的景色 同样经过一个三折叠的推拉门之后 整个超大阳台已经展示在我们的面前 那看出去呢 因为远处有山景 风吹得非常之舒服 同时可以看到整个圆灵的景观 就算在二楼我们看到也是非常之宽阔的 同时既可以欣赏到圆灵的景观 也都可以在阳台那里 可以感受得到我们远处的山风吹过来的 那个阻阻凉风是非常之舒适的 阳台特别够大 这个是104方 然后我们转身来看一看 在这个角度看过去 这个厅真的非常之宽阔 因为这个厅的对楼的设计 那边的饭厅和那边的客厅 也是有一个分区 那我们去客厅那里看看厨房 104方可以做到南北对楼商阳台 并且有一个这么大的厨房 这个是很少见的 那我们见到呢 这边也是洗煮切的一个位置的排布 非常之合理 在这里有个窗 打开了之后呢 所有的油烟全部可以被它吹光了 在这里呢 你可以洗净食物之后 就在这边来切 切完之后 马上就可以来这里煮 一个U型的设计 在这边有个冰箱的位置 冰箱和爐头中间呢 还有少少位置呢 我们可以摆杂物 平时的微波炉 或者是一些我们的搅拌机 都可以摆在这个位置 都是和你设置了我们的这个插头 跟着我们看回 一看出去呢 就是我们这个厅 它是采用比较西式的一个设计 就算你放了中式的圆楼 在这个位置 其实也是完全是OK的 因为呢 它是一个南北对楼的设置 所以呢 这边也有一个很大的生活阳台 而且在生活阳台呢 预留了位置呢 我们去安放我们的热水器 和我们的洗衣机的位置 在这边呢 你浪衫的话呢 就不会影响到整间房的景观的情况 而且这里看出去呢 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别墅群的那个区域 还可以看到我们别墅群的那个区域 所以这间屋 无论是每一个角度看出去 你都不会觉得是逼劫的 好了 那104平涌 有一个这么舒适的大厅 很舒适的了 那接着呢 我们去到房间来看看 因为呢 它是二階一房 三房来的 那我们同样呢 第一个看到就是它的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的深度 这个洗手间的深度 也是非常之够 同时呢 站两个人进去都没问题的 一个三门的镜柜 那这个镜柜对比我们刚才的那边的镜柜 那边的镜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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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的镜柜柜 那边的镜柜柜 都是一些问题都没有 那我们看回另外一间房 这个是儿童房啦 这个儿童房的设计呢 亦利用了飘窗的位置 整个飘窗占了一幅墙 有落地窗的感觉 所以采光性非常之好 这边我们看到 它做了一个60公分深的书柜 和我们的衣柜之后 位置依然有这么幅度 这里起码有1米半的位置 这里起码有1米半的位置 同时这边可以做个电脑台 还有我们小朋友在这里玩玩玩具 各方面都是非常之舒适的 这边是一张咪耳的床 我们看到这间房的设计都是很舒适的 三房来说每间房都够用了 104房也是预留了我们的衣某间的位置 这边都是将飘窗赠送了 飘窗赠送的面积有两个方 所以这边就非常之宽落 在我们床边这边是非常之宽落的 同时推开窗的景色 都是看到我们的园林和山景 因为现在那边在装修 所以未有将这个窗的景色展示给大家看 但我们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 整间屋的宽阔程度是足够的了 同时我们去厅里看看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将三间房的不同面积 已经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 而且是第一人称视角 自己去看清楚这间屋的布局 这间屋的一个潮向 这间屋的推对楼的情况 这间屋的这么漂亮的楼盘 现在售价仍在搞大一位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欢迎点击下方的连接 或者通过评论区和我们去联系 Mango带你去现场 给最优惠的价格给你